因为我们有六车构 因为我们不够高嘛 所以我就扛了一个垫子 准备啊 3 2 1 哈喽我是凯安 上一次我拍了一个 帮我的iPhone11年软膜的视频之后 他们家的防暴膜就爆红了 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有很多comment啦 然后我就刷comment刷刷刷 我发现很多comment 其实都误会了防暴膜的正确功能 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下去 我觉得我有义务解释一下 让大家更能够好好的爱惜自己心爱的手机 所以我又跑回来了这个百年布莱斯的Laurea Plaza 又去嘎叫那个店家 然后亲自示范给大家看 手机防暴膜正确的防暴功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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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楼上 等下我要先跟店长讲一下先 OK刚才我已经跟店长沟通过了啦 就是等下我会亲自示范给大家看 但是在开始之前 有一些东西要告诉大家 就是大多数人以为防暴膜是在跌的时候防暴 其实no no 跌的时候防暴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手机壳的工作 不是防暴膜你知道吗 那防暴膜的正确功能呢 其实就是在当有硬物 Hit到那个手机screen的时候 做出保护 而且还是有一定的重量 就是不超过300g跟不超过1m以内 OK那这个呢 就是我从家里找出来的iPhone 6 等下呢我就会拿这个iPhone 6 去给店长黏这个防暴膜 之后我再test给大家看 找 哦对 Rockspace呢是唯一一家 我看过他们是有Lab Report的防暴膜品牌 给大家看 叹叹 SGS Certification 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很像很厉害 他们Lab Test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standard 就是用300g的铁球咯 在1m的高度那边丢下去 狠狠的给你feel一下那种防暴感觉 越带 OK 去年磨不要讲话了 谢谢 首先呢就是告诉他我的手机机型 选好之后只要静静的 等待机器切那个磨出来就好咯 整个过程大概20秒 不觉得看着机器切那个磨出来很疗愈吗 切好了 这个就是软膜的样子啦 接下来只要粘上去手机就可以了 谢谢 粘好了 觉得粘得很好耶 其实我完全看不出我粘东西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非常服贴 OK 上次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是用speaker来drop test的 这次我最近加大马力 我们用鹅卵石 这边 拿不完 一大堆 两个手抓满了 应该有300g了 等下我们就用这堆东西 稳稳地给它put下去 摆一整去 因为我们有六车构 我没有六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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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不够高 所以我就扛了一个垫子 让我站上去是有比较高一点的 現在手機在這邊 我在這邊 大 我緊張 準備啊 3 2 1 哎喲不行 我都沒洗吧 等一下 我下來先 有點高 OK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測試了 沒有事情耶 我看了 你們自己看 漂亮亮亮的 我嚇到一下 因為我剛才那個耳朵真的很重一下 我兩個手 兩個手滿滿耶 而且我剛才Hit下去 我Feel到那個聲音嚇到我 我以為真的爆了 OK 暴力測試之後 我就有一些話要講 就是哦 我發現最近越來越多人用軟膜 而放棄用Tample Glass 原因就是哦 像我的iPhone11代 只要是平面平screen的嘛 這樣平screen 雖然你黏Tample Glass就是很完美 very good 就服服貼貼 但是我們會戴手機套的嘛 戴手機套 就會有出現頂便的問題哦 到最後就會像我之前的iPhone11一樣 一天一爆便哦 好像華為或者是小米這種手機耶 有的curve有的不curve 有的很夠力curve 有的就一點點空 但是還是那一句啦 用Tample Glass真的是 不可能黏到很服貼 而且哦 有一些新的型號你還很難找聽 你是不是也試過走幾十間店 就為了找你的screen protector呢 我試過哦 你不懂的 建議大家黏手機膜的時候哦 連後面都黏買 而且這邊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為什麼要黏後面呢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戴了後面的手機殼 就不會滑哦 我跟你講 會的哦 因為我們手機殼呢 就算你放了 還是會有灰塵進入了 然後那個灰塵在裡面 你就一直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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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後還是會滑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跟大家講 就是 特別強烈建議大家 就算你的screen protector哦 沒有滑也好啦 美美的也好 但是三到四個月還是要換一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有細菌 它的原理哦 就跟你們的牙刷跟馬桶 馬桶蓋 是一樣的 就是會有細菌 所以就算你牙刷眉眉 建議三四個月還是要換一次的 因為這個 你每天手機這樣子放的嘛 你知道幾多細菌 you know 全世界有很多細菌 所以最好錢也要換啦 我跟你換 我願意跟你換 好啦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講 就是市面上開始出現 很多OEM切磨機 沒有QC Control Quality也很差 所以大家要認清 原裝品牌ROCKSPACE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安全啦 他們的家店面呢 就在Laya Plaza的一樓 那如果你家真的住很遠的話 其實也不用故意過來啦 因為全馬 包括Saba Sarawak 有接近500家手機店 都在賣著ROCKSPACE的保護膜 所以你們可以去那邊 好啦 訂閱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凱恩 下次再見 拜拜 對 我也聽說了一個好消息 醒到貨的MAT 前後磨砂人 我又來了 估計3月應該就會推出了 喜歡MAT磨砂磨砂感覺的 大家記得要多留意